刘女士 60岁 北京人 求助类型 遗产纠纷 这份遗嘱一直在 我们二爷就弟弟 他拿着呢 就是大家知道有这份遗嘱 但是到底什么内容 谁都没见过 是吗 对 都没有见过 可是我觉得有点奇怪 比如说父亲走了27年 就大家没想着说 要看看这个遗嘱吗 哪怕可能当时没看 过个一年两年 都没有人想看看这份遗嘱吗 没有 因为为什么 他也不给我们看 他挺垄断的 我们不能提这件事 但是就知道遗嘱是我 大姐 我还有我继母 我们四人是连着的 就这么说来 家里面的二哥 其实大家都拿着没办法的感觉 是这意思吗 大哥也是这种感觉吗 因为有什么问题呢 作为老北京人 有这么一讲究 交易一个人咱们放心 是不是 当时这份遗嘱在他手里钻着 谁都没想 也没考虑别的 后来因为拆迁管的事 才想着遗嘱 又什么呢 空空无平 这么着找着遗嘱 有根据了 老爷子就该分家产了 这个我还补充一句 在2000年的时候 继母跟我透露的遗嘱 但是具体内容我还是不知道 这爸爸也没对你们公开说明 没说 因为我见不着遗嘱 因为当时广区门要拆迁 我继母说你爸留遗嘱了 但我也知道留遗嘱了 我也没过问 因为我对这些不感兴趣 因为我就觉得 这遗嘱问题 大家要分吗 都有份 那我何必要知道那么多干嘛呀 在那个17年12份的时候 我去工程处 调取了这个遗嘱以后 细则我们三个人还都知道 也就是说 其实还不是二哥给你们的 不是 是我去调取的 一份存在于传说中的遗嘱 每个人都知道它确实存在 但大家都不清楚它的具体内容 也没有人主动追查它的细节 真的是因为二哥的强势造成的吗 那这回遗嘱曝光 又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要照顾呢 为什么当时是怎么回事 他拆迁了 04年的时候 他借了我5万块钱现金 当时他答应拆迁还我钱 当时我要去他们家 因为我在发短信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这道理 他没有微信 他不接电话 让我嫂子把微信给我删了 这么着我一怒之下 去他们家讲平礼 根本就没想要钱 想讲这道理去 但是我还没进他们家屋呢 他就拿大棍子就撂我 撂我完了以后呢 我嫂子就怕人家接缝都知道 就把我给引进屋里了 引进屋里呢 我和我哥就有点冲突 有点冲突以后呢 我哥就打110了 打110了以后呢 二哥打的 二哥打110了 打完110以后呢 110就来人了 人家先听我付出这情况 完了我二哥呢 没有理 就是他付出呢 人警察一看没理 人就走了 他呢当时让警察给我带走 人警察没给我带走 警察就说 那这是你妹妹 你欠你妹钱 你得还 他走了以后 就开始跟他讲理 当时我也没给他留情面 我说你借我五万块钱 那行 你当时想说 应该还我十万 那你今儿不给我十万 我今天就不走 这么着我嫂子到银行 给我取了十万块钱 还我的 我回来呢 我就心情就特别不好 我就生气 当然你看我心里 我为什么刚才说 哪些东西 我就心颤 因为我这 做完这节目 我就等做完节目 我还要住院 就因为他骂我 太难听了 后来呢 这么着我回去 我就调取这个档案去了 就调取我爸这遗嘱去了 这么的调取的遗嘱 所以我还知道这细则 我把这个遗嘱的细则 复印完了以后 我就给我大哥大姐各一份